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过年之后整个操作的环境会不会更好 还有几个条件我等一下会跟大家谈到的 也不是说什么条件 是真正它会走的一个方向 美元弱一点 油价强一点 人民币强一点 全世界的操作的环境 金融的环境会更好 我们要修正 不是只有内资在做计划交易 我现在看到的 不是只有本土的资金会做计划交易 很多外资 它也有计划交易的内容 个股 我们所看到所知道的 这个各位都要了解 那你说大盘停在这个地方 大盘在这个地方停了这三天的时间 就跟我所说到的8100以上的结构 这个地方的结构 去整理它的平均成本 包括红海 包括可乘 这是你这几天看到的 你这几天看到的 它就是在等那个平均成本消化 我常常在节目当中谈到的压力 去把那个压力消化掉 压力不是不能克服 但是你要先把压力消化掉 所以这些全子股 它在这个地方等 等这个压力稍作消化 尤其是很清楚 这个就很清楚 这里的平均成本 稍微做一个消化 包括2317的红海 都很标准的动作 上来 怎么停止 停止整理 整理完之后再供 有没有机会再供的机会 这里面就跟整个大的环境 我们要去探讨 美元能不能够强一点 油价能不能弱 美元弱一点 美元能不能弱一点 我们把这张图放大一点 这里把它放大 美元太强 美国科技业心痛 美元升值 让美国很多企业 它的营收减少 所以美国政府 一定会去做的一个方向就是 让美元弱一点 美元弱一点 美国的企业回到美国投资的企业 它才会强 它的营收才会强 所以美元弱一点 这个是趋势 油价强一点 人民币再强一点 全世界都会好 这就是关键因素 你谈任何的技术分析 你倒不如好好去看 我谈到了这三个重点 那你说美元弱一点 因为美国企业营收的关系 油价强一点 油价会不会强一点 我们来看 这个是巴菲特 巴菲特他最近半年来 买了一家炼油厂 花了总共有58亿美金 我们看 总共有58亿美金 等于相当于接近2000亿台币 在最近半年当中 巴菲特去买炼油厂 这全世界很知名的一个炼油厂 如果他看到的 不是这一块的未来的一个趋势 他干嘛要花这么多钱 去买炼油厂 所以油价强一点 也不是只有巴菲特的想法 其实包括中东 苏联 很多产油国 财务都受不了 油价太低了 所以这整个方向 他就会让 整个投资的环境变好 这个就是很重要的逻辑 如果这些逻辑存在 那你看到过年后 你怎样选择股票 我讲过了 在股票市场 未来你要快乐 是要有条件的 什么样的条件我会再重复 除了我刚刚谈到 这个大环境的因素之外 我们自己要做到的 因为我们不能叫美元弱一点 油价强一点 人民币再强一点 我们没有那个能力 去控制这些 但是各国的政府 他知道他该怎么做 对他们是比较好的 这个就是方向 那我们能做的是 昨天跟今天 我先讲一个题外话 昨天跟今天 已经有很多的 这个观众朋友 来索取这份资料 这个资料呢 其实从2月昨天 到2月15号 这个中间 你任何时间 你看到 你都可以来 跟我们线上的服务人员 做索取 你都可以来电索取 2016年 所谓的前瞻指引 我每年都会写一个前瞻指引 对未来的趋势方向个股 它有一个概括性的 一个方向的讲法 那这里面的个股 我提醒各位 不管是你昨天看到 今天看到 过年期间这几天 你所看到的这些个股 不管是 sensor 在感测IC这个部分 你看这个成长的轨道 不管是在特殊的东斜的市场 或者是在车用里面的 一些汽车产业里面的个股 成长的轨道 当你看到价位的时候 请你注意 当你在过年期间看到 这里面的价位的时候 你昨天今天 在未来几天 你任何时间想到 看到 你打电话给我们的值班人员 你所看到里面的个股 它还有一个价位上的设计的问题 你务必要留意 未来在过年之后 对一些价位的追踪 我会在节目当中跟大家提醒 这样子就会更容易入手 你就更容易去着手 所以这个资料里面有四十几页 你不要用传真机 你就是要会上网 那上网你怎么去看 怎么样进入那个网路里面 我等一下会跟大家提醒 总而言之 如果 我讲新年快乐 恭喜大家新年快乐 好像是客套化而已 因为真正在股票市场 未来 你每一年都要快乐 有几件事情 请我们 你们 我们通通都要做到 第一个就是 计划交易 我们反过来讲 你有筹码 筹码之间的一个集中 然后亲身去体验 那个赚大钱的经验 一定要有一次赚大钱的经验 这个筹码的因素 是未来股市当中 很重要很重要的 简单讲 我在节目当中 不管是过去未来 尤其是去年十月份以后 我领悟到的一些东西 我看到的 我所知道的 跟过去不一样的 在于整个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里面产生了一些筹码的关系 再来有了筹码之后 收足足够的筹码 就会有操作模型 操作模型 你更要了解 因为过去会输 是因为你完全没有操作模型 未来会赢 是因为你了解了一般人不知道的操作模型 这个就是你未来在股票市场会快乐的原因 你要了解这个前后关系 最后因为有筹码 有操作的模型 由我跟大家找出来 我所知道 照我所了解市场上 人家的计划交易 是从哪些特殊的市场的成长里面 去切入的 这样每一个步骤 你去踏踏实实一步一脚印的 去完成 跟着我们也可以 去完成这每一个动作 你就可以有赚大钱的亲身的经验 然后 以后就是快乐的 在股票市场 你就可以 跟你的家人讲 跟你自己讲 以后在股票市场 怎么样去做到快乐 再务实一点 你说筹码 要靠我帮大家看 你说操作模型 那个是每一档股票都不一样 那操作模型我会提醒大家 可是电视当中的时间有限 你听的也有限 那你说剩下的计划交易 计划交易你可以跟着一步一脚印的去做 只要你有那个耐心 因为操作模型 它跟你平常看到的涨停涨停涨停 是不一样的 主力不是有那种操作模型 真正十股力量十倍波段 它不是这样做的 那再务实一点 我的意思就是说 那你可以更简单一点 做到 做到 找到支撑 这个是可以做到的吧 这一点就真的可以做到 找到支撑 1月11号 有没有涨 没有涨 根本就没有涨 这个是很短线的60分钟 1月11号在这里 你刚才看到的在这里 这个地方讲完之后先涨 涨完之后再把价位找到 当你找到支撑找到价位的时候 找到支撑找到价位 找到价位 就刚刚好这个地方 涨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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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涨停 其实总共有四根涨停 这不是很务实可以做到的吗 这个不是只有我可以做到 是每一位投资朋友 你在股票市场你都可以做到 找到支撑 找到价位 未来的涨停板才是属于你的 那个才是你的钱 是可以做到的 是可以做到的 而且是很简单 很简单的做到的 那如果说你这个假日当中 你来索取所谓的2016年的前瞻指引 这个假日当中 你来索取这份资料的投资朋友 因为昨天有太多人问 用了太多的时间去解释 怎么样进入我们的网站 进入亨达证券的网站 不是电视台的网站 是我们公司亨达证券的网站 你看到我的照片 下面有一个这个 会员专属的这个地方 你把它按下去 按进去以后你会再看到 当你来到这个网站 按进去 点进去 点进去你会看到这里 有免费影音免费正月的地方 这里你再输入 你打电话进来的一个密码 你再把你的密码再输入一遍 你就会看到 四十几页的内容当中 有趋势有图形 有未来的一些个股的一些价位的想法 就可以节省你很多的时间 在过年期间 各位都一定要把这一份资料 拿到手 广告之后 之中有我们公司的服务电话 你可以先把电话记下来 广告回来我们再谈 我所看到的怎么样的一个操作模型 什么样的个股 我们待会见 新年快乐 欢迎回到股市未来学 在过年这几天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个2016年的前瞻指引 你来电索取的投资朋友 它里面不是一张纸 跟你过去在什么索取资料 一张纸写几张股票 那有什么意思呢 里面长达四十几页 它有一些方向的问题 我把它点醒 我把它提起来提醒大家 首先第一个 中国自制的半导体IC 就所谓的IC 它为什么要自制半导体 你说这个是政策性的产业 其实它这个方向是因为 大陆整个每年进口的半导体IC 晶片 比石油用的钱还多 各位知道吗 大陆每年进口到大陆 本土的所谓的晶片 所花出去的外汇钱 比进口石油还花得更多 所以它要自制IC晶片 那这里面你也看到很多的收购案 一直不断不断的在 今年都还会有更多更多的 这个所谓的大陆官方的资金 直接或间接的收购案 这是一种趋势的行程 这里面包括说我们所谈到的 中国电动车这个市场 其实是最大的 那现在大家都讲电动车 其实这里面还包括是很重要的一个关键的 未来的环保车 我也把这个内容先放到里面 它不是很详尽的一个内容 它只是一个方向里面有一些个股 各位可以去做一个参考 剩下的是你怎么样去找到筹码 找到价位 找到计划交易 找到操作模型 然后像很多人讲物联网 我也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我为什么很少去谈物联网 因为物联网现在整个的平台 它跟通讯标准 跟你所谓的手机 那个通讯协定是不一样的 所以现在透过这家公司 全世界很知名的一个公司 在建立一个互通的管道 让物联网能够真正有杀手级的应用 这个是你在这个春节当中 你所看到的这份资料里面 我把这些重要的方向都先点出来 因为不要只听人家讲物联网 物联网 其实物联网 它还有一个关键的一个通讯协定 怎么样去达成一致 那个才是关键的要点 看产业 就是要看得这么深入 那我把你应该看了 你没有注意到的 都写在这四十几页的资料当中 你可以来索取 那个别股你如果看电视 有一个方向 跟我刚才谈到是一样的 这个方向里面就包括说 外资最近也在买 本土也在买 那外资买这个台积电 占45%的 外资38%的世界先进 这个世界先进 其实它在讲的未来的议题 特别市场的成长 就是讲车用IC 感测器IC 指纹辨识IC 指纹辨识IC是在手机支付 支付宝在专用的 所以这里面又牵涉到 真正的市场的议题里面 特别一个市场的成长 是在感测器IC 指纹辨识IC 在车用或者是 手机支付的部分 这又是另外一档 台积电持股35% 因为它这几天没有拉回 没有拉回就不会有切入的价位 因为那是它的操作模型的关系 所以拉回就是注意它的价位 那你可以注意另外一个 你看到的这个资料里面 有很大部分的篇幅 是在几页里面 在写汽车产业 那汽车产业里面 其实你也可以很简单看 很特殊的一个市场的成长 是在于汽车电路板的部分 汽车电路板 也是一个很特殊的部分 2355的进棚 是全世界第二大的 第二大 汽车电路板 那这个成长的轨道 它为什么还要可以注意 是因为 它有两个新的产能 在上半年都会完成 新的产能在出来的时候 这个营收成长的轨道 还有机会 你会看到更明显 这又是另外一档 你在资料当中 没有看到的个股 在这四十几页的资料当中 所没有的个股 我也在节目当中提醒大家 总而言之 你今天或者是假日当中 过年期间 你有任何时间 你看到任何的股票 你应该进一步去想 你所看到的股票 未来符不符合世界 一个趋势成长的方向 而未来 我可以直接跟他断言的是 因为整个产业结构调整的关系 资金它会集中到少数 会特殊成长的市场里面 意思就是说 各位你现在没有办法说看到说 哇大盘很好啊 因为大盘是很多股票 集合的一个产生的一个指数 你现在不会去看到说大盘 哇涨涨再涨 涨到9100001万2 你目前看不到这个结构 因为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里面 资金会集中 集中到少部分 像我给大家的资料里面 它就有一些方向 这里面就有一些方向 除了这个之外 还有很多的个股 它是你所没有注意到的 你过去所不认识的 你所不知道的 而它完全就是出现在一个 特别的市场里面 未来会成长的 这个你要切入 这个部分才是 你真正能够赚钱的重点 你可以先把资料看好 然后再来看我昨天讲的个股 不是封关就没有股票 昨天我讲什么股票 你先把这个资料看完之后 再把这个操作的模型了解 这个操作模型了解之后 你再来看说 到底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筹码 操作模型 计划交易 未来的股票在什么地方 筹码 有钱人的人际关系 再进一步了解 然后再务实一点 回到一个实际的操作面 昨天 是昨天 是你昨天才看到的 我们会员朋友是 1月29号看到的 这里是62.7 62.7要过之前 它有一个条件 62.7要过之前 它要改变 这个地方为什么要压回来 压回来之后 今天为什么跳空去过高 你昨天也可以知道 你昨天它压回来这个地方的时候 你也可以知道说 它要过高之前 为什么我要把这个圈圈又画下来 跟你前面看到的阳字不是一样吗 找到支撑 找到价位 你看到的阳字 是找到支撑 找到价位 两次的价位 我都事先提醒大家 那你昨天看到的 信邦 一样 这里为什么压回 然后今天是直接跳空上去 今天直接跳空上去去过高 过哪一个高 过62.7 它在过62.7之前 为什么压回来 昨天我把它画起来 然后今天跳高上去 不管大盘 在风光当天是怎么样 做一个震荡压回的 它并不管大盘的震荡压回 它按照它的计划 在过62.7之前 先压回 然后在2月3号 你看到的前一天 第二天 第二天的直接开高 跳空上去 过这个高点 如果每一个价位 你都能够有这样的一个习惯 去做了解 那你短线也可以操作 那不是各位更喜欢的吗 所以你昨天看到的 这是你昨天看到的 今天就刚好上去 今天就刚好上来 计划交易是什么 特殊市场的成长 这里面包括最重要最重要的 过去为什么会输 未来为什么会赢 真正的关键原因 在操作的模型 最后我再帮大家看 筹码 而赚大钱 你要亲身体验 包括再务实一点讲 找到支撑 找到价位 昨天讲完 今天涨 讲完 涨停 涨停 在涨停都是一样的方法 你一定会 不管你今年多大岁数 你一定都会的 这个才叫方法 有了这些方法之后 你就可以找到 属于你自己的涨停板 那个才是你自己的钱 所以在假日当中 过年期间 你先把资料看好 有问题 过年之后 2月15号之后 你有任何问题 再问 我们再跟他做解答 然后你再进一步了解 什么叫十股力量 十倍波段 里面的计划交易的个股 其实大致上 都已经成型了 都已经大肆底定 未来要操作什么样的计划交易 什么样的个股 你可以在假日当中 跟我们值班人员 打电话直接做联系 祝大家新年快乐 明年 开旁盘再会 本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各别有加证券 无不当真材物理关系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审慎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